在台湾经营33年的振风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在这波肺炎疫情中也受到严重亏损 但企业回馈社会的善心并没有中断 今年持续透过世界联师傅的引荐 捐赠200份民生物资给花莲市的弱势边缘户 8月11号上午在晋风园区 由市长魏嘉贤代为发送 这场物资发送活动在晋风生活园区举行 市长魏嘉贤感谢台湾普陀佛教协会 牵手观音禅室、市建联师傅 还有振风公司董事长游立春把爱心送到花莲 帮助200个生活现困的弱势户 赠送白米、米粉、酱油、食用油等生活物资 可以减轻家庭的一些负担 那首先我们要谢谢我们建联师傅 特别引荐的台湾振风企业来花莲做善事 那也更感谢我们徐子方议员的一个推荐 跟潘树庄理长 那让我们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 能够募集到这么多的物资 然后发放给我们所有需要关怀的朋友们 那这次振风企业捐赠了200份的生活物资 那谢谢佑董事长 更谢谢建联师傅 那刚刚也在会场里面 也跟大家来做一个承诺 他说从花莲头到花莲尾 他都会一一的走访其他的乡镇公所 来关心需要关心的弱势朋友 那我们真的非常感恩 也非常感谢 那我也代表花莲市民谢谢他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我们身边周遭 有遇到困境或困难的朋友们 请务必一定要告诉花莲市公所 或者是我们辖区内的理干事跟理长 我们一定会全力的来协助 需要帮忙的我们做事家庭 或者需要关怀的朋友们 让他们度过眼前的难关 事件联师傅表示 振风公司董事长游立春 他在事业有成之后回馈社会 长期投入公益 发行要帮助弱势家庭 尽管今年受肺炎疫情影响 游董事长的公司今年也亏损了不少 不过他持续行善令人感动 我们这个振风集团 我们都要很感谢他 他每个月要我在花莲的 每一个振公所 还有其他弱势的 帮他做公益 那我就好啊 可是我要排 我从星辰一直排排 排到花莲市的时候碰到疫情了 然后后来 开始可以发放的时候 星辰相公所电话就过来了 哇好好那就先给你 然后再排排到花莲市再进来 我就觉得说 这样慢慢慢慢一直要走下去 已经走不过去了 现在疫情又要暂停 可能明年才会做 但是他还有一个困难 他遇到疫情 他亏了好多钱 可是这个人是菩萨 他自己吃饭脆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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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脆 还给大家 我们感谢他 给他鼓掌啊 世界年师傅也感谢 现议员许子方 引荐把物资送到花莲市 成就了正风企业的行善之念 而未来正风企业和牵手观音产事 会继续吸手合作 把物资分送到花莲各乡镇市的弱势家庭 市长温嘉贤则 再一次感谢社会上有这么多善心人士及团体 愿意帮助花莲市区内需要被帮助的弱势家庭 让接受物资的民众可以战斗难关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